你可以把它Copy Copy之後的話呢 在哪邊貼上 在i8的地方有沒有 再把它PASS 再把它貼上 然後就完成了 再來就排序 有沒有 最後其實我有把游標 放在那個J17上面 所以你這邊 你可以多一個就是 第八可能就把游標放在J17上面 這樣子的話呢 至少 你也可以逐行 逐行就了解 原來聚集錄製下來這些東西都是有意義的 那如果說你們錄的時候 多了一些 多做一些動作也會錄進去 可能你們錄下來的東西也許不會跟我的一模一樣 會多幾行 那那幾行有些其實是 可以把它刪掉的 也不會影響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有一些可能不相干的你把它刪掉看看 然後再去執行 聚集看看可不可以 OK之後的話呢 等於這部分是聚集的修改之後 把它關閉 關閉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加一個按鈕 那怎麼加按鈕 其實非常簡單 在插入裡面有沒有 有一個什麼呢 插入裡面有一個 我習慣是用圖案 圖案裡面呢 這裡面的圖案都可以搭按鈕 你喜歡 可愛型的 或者是 這個 這個 各種圖案都可以 那我習慣用這個圓角矩形 圓角矩形裡面的話呢 比如說我這邊 把它拖拉之後 那 首先呢 你可以決定你的 這個圓角矩形的 按鈕 樣式 太多了 隨便選 然後呢 旁邊還可以什麼呢 你要哪些 效果啦 我想我們不要 複雜 先加一個按鈕 然後呢 按右鍵之後的話呢 比如說我這邊 再給 按右鍵 編輯文字 裡面的文字呢 我就給它叫做 簡單一點 叫確定 確定 OK 好 再來的話呢 完成這個按鈕 不過現在按鈕 按下去沒反應 我要怎麼樣把按鈕 跟那個聚集聯繫 非常簡單 按右鍵 剛剛是編輯文字 請你往下找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什麼 指定聚集 對不對 指定聚集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它點 你知道嗎 馬口1 對不對 直接按確定 這樣就完成了 那你就可以test一下 看看這個按鈕按下去 OK 不過我們還少一個清除了 那清除部分其實 各位可以把它錄製下來 怎麼錄製呢 優標先放外面 然後再把它選起來 Delete 再優標移出來 這樣不就是清楚 再增加另外按鈕 這部分比較簡單 各位自己做一下 按確定看看有沒有辦法 過來 對不對 然後再清除做完 這個Sample OK 這個是最基本的 了解聚集的 錄製 修改 跟產生按鈕 所以 這部分其實很簡單 但是其實它已經有 一個它的作用 如果你每天都有固定的工作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這樣做 反正按個按鈕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 按鈕的部分完成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先到開發領域裡面 先把那個聚集的部分叫出來 然後參考一下 我們那個講義裡面的步驟 自己再把它key上 把那個 就是 註解上面key上 key上 註解特別注意 註解是 前面一定是 單引號 開頭 只要是 程式裡面 單引號開頭的話 它 不會執行 它會把它當成是註解 那 顏色會是綠色的 白頭 哦 喜歡 穴 ? próxima